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 我们在此不对双方做任何评价 只是根据李亮磊的长文 理理线索 为大家画画重点 单纯为方便群众吃瓜 不带任何立场 一 两人相识时 王力宏26岁 李亮磊还是16岁未成年少女 二 爆料原因 你不帮我澄清 我也不想再当挡箭牌了 三 离回原因 一 女方对24小时多重角色 例如 保姆老师打扫阿姨司机总管伴侣特助等工作的家庭主妇地位不敢 二 王力宏家庭角色缺席 三 家庭夺权中 李亮磊觉得自己沦为棋子 四 夫妻双方关于财产问题的争议很大 五 王力宏出轨 为了不委屈喜欢的女生 坚决要离婚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 李亮磊爆料 似乎已经做好了不要财产的准备 动真格了 四 惊天大瓜 王力宏的私生活颠覆了见识 一 约炮 婚前约 婚后也约 连妻子怀孕期间还约 二 赵继 甚至还有特殊癖好 喜欢长得和身边工作人员很像的 三 有内涵的几个地方 这个他是不是有啥暗示 另外 朋友一词特别高频和高能 貌似要火 跟对的人在一起很好啊 魏毛要他不要在意世俗的眼光 貌似很有内涵 以下为李亮磊微博全文 金句特别标注 首先 我想要谢谢每一个愿意花时间写温暖的讯息关心我的每一个你 我的心情很沉重 所以还没能一一回复 我想先让你们知道 也许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 但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 谢谢你们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 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力量 写这封信是我做过最困难的决定 人生真的很不容易 我想 也只有这样勇敢坦诚地面对 一切才能归零 我们才能有各自有重生的机会 也希望我的分享能带给身陷其中的你 或是即将要踏入这个旅程的你一些省思 踏入婚姻的时候 我以为我们一辈子就会是一家人了 所以我全心全意地为我们的家庭付出我的所有 因为你比我大十岁 又很希望有很多孩子 一胎接一胎不停地催生 所以我放弃工作和自己个人的人生 一切以你和孩子为中心 我们结婚大部分时间 我不是在悲孕 怀孕 就是在产后哺乳育儿 过程中身心都经历了很多变化 大部分我都是自己独自面对的 当然 我自己也喜欢孩子 也是我自己要答应生的 但如果我当初知道我生完这三个孩子 你就会因为想过单身的生活而离开我们家 我会需要自己过着伪单亲的日子带大三个孩子 我是不会答应的 你也很清楚知道 我从小到大最大的梦想就是组建一个和谐的家庭 让我的孩子能在一个完整有爱的家庭长大 但 我没有后悔 因为我们三个孩子是my everything 是上帝最大的恩典 现代的女性不像从前的女性没有教育的机会 在家庭中没有选择的 只能担任妻子和母亲的角色 我们很幸运的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有知识 学识 也有机会见识 也有谋生能力 也同样能为社会贡献 无论是过去或是现代的女性 选择为家庭全心付出当家庭主妇 虽然实质上是属于无仇的工作 但 这只是家庭成员角色的分配 也是家中重要的支撑 甚至是一个全年无休 24小时多重角色 例如 保姆老师打扫阿姨司机 总管伴侣特助等工作 这份工作的薪酬应该加总计算 加上以你的能力不外出工作的机会成本 这硬是所有家庭主妇透过自己努力应得的薪酬 而不是被赠予或施舍的 被分配到这个角色的人 不应该是理所应当要永远没有经济能力或积蓄 而担任在外工作的那一方 获得所有的利益和权利 这样会形成不对等的关系 也会让女性处于弱势 即便男生出轨或家暴也难以有话语权 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需要一起省私的一题 我身边的家庭主妇 很多户头里都没有自己的积蓄或收入 平时用先生赚来的钱也会感到不好意思 用钱也会自己看看先生的脸色 也绝不敢开口说 想要照顾自己父母 女性如果开口聊到钱的话题 就会被我们的社会谴责为是快 或是质疑是不是拜金女 只是图男生的钱 对于长期都以家庭为重 没有在外工作的女性 如果没有做错什么 却因为男方无正当理由而被迫离婚 通常会不知所措 所以女孩们 一定要好好的防范于未然 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会经历这些 你也许也会跟我一样觉得不可能 但未雨绸缪的为自己和孩子的将来做打算一定没错 嫁点你这么多年 被你和家人不断的怀疑 羞辱和冷暴力 一开始就被逼着签署不对等的婚前协议 你要保护你婚前的财产 我能够理解也完全接受 但婚后的财产是我们共同的努力 也是我们各自做好分内的工作而得来的 房子在你名下 车子在你妈的名下 财产转移的很干净 生怕我占到你任何的便宜 当然 平时孩子的吃穿用度你没有少给 但这么多年来 我也从未用你的钱买过任何奢侈品 简单的过生活 甚至我是在你身边唯一鼓励你 不要为了赚钱接商演 节目或广告 人生很短暂 只做自己热爱的事就好 把你所有的时间花在做好音乐疗愈大家 改变世界上 这是你的使命也是只有你能做到的事 我们家不缺钱 也不需要更奢华的生活 这样的我为什么要长期受你和家人的怀疑和羞辱 现在拥有你所有钱财 不让你使用和挑拨我们的人 不是我 我知道这句会惹你生气 但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张开眼睛看清楚 我知道你曾经因为想要顺从而忧郁到几天 躺在地上不能动 也看到你因为想要顺从而失去你生命中很多重要的东西 到了37岁 仍无法自己做任何决定 你感到非常沮丧无力 无法做想做的事 无法掌握自己的工作 感情或经济 你向我诉苦求救 我伸出援手 我单纯以为我在拯救我爱的人鱼水火 但后来回过头才发现原来 我只是你手中的一枚棋子 你利用了我的同情心和对你的爱 让我当了你的挡箭牌 你躲在我后面利用我来一点一点 帮助你夺回你想要的权利 过程中你是白脸我是黑脸 夺权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利益 受益者只有你 你是老板 所有的商务决定 也是由你来直接做决策 因为你有需要而义务 帮助你的人 也都只是在执行中背过 心寒的是到了最后 你说 要我相信你 你说由你来发言 你会保护我们 你和你的团队全面准备好 营销控屏操作媒体舆论 结果是什么 你只有保护了你自己 你动用了你的人脉和媒体关系 拿我当挡箭牌 用攻击我的方式保护了你自己 做错事的人是你 但我和你妈却承载了 所有的舆论和负面新闻 你却独善其身 我问你说 这些新闻不是事实 你可不可以帮我澄清 你说 因为你在声明中已经说了不会回应 所以不方便再做任何回应 我表示理解 结果 过了一小时刷新闻 看到的却是你被爆出轨 你马上大动作地为自己成情 原来你口中的我们 只有我 没有我们 你说你的名声很珍贵 你有没有想过 一个女人的名声也很珍贵 我以后还有很长的人生要过 你仗着我从来都是最保护你 不会说你一句不好的那个人 连家人好朋友我都从来不会多说 你却为了要保全自己的优质形象 不惜造谣诋毁我 你用一样的套路 躲在亲友后面透过他们各种霸凌我 只因为如果问题不在我身上 你却决定不负责地离开 你就无法保有你优质的形象 你的十字架我不会再帮你背了 当时 5xx也是大动作的成情 结果大家有目共睹 你和他有没有不寻常的关系 你们两个心里有数 演艺圈的男女关系和你的三观也是颠覆了我的见识 对象前对象和他们的好友 大家一律都是好朋友 16岁认识你 回想快20年来的一切 突然变得清晰 一切都是有迹可循 只是我视而不见 当时我还未成年 你26岁 你就跟我要电话 说我很漂亮 言语暖昧 打电话跟我聊天一聊 就是一个小时以上 后来这些年你我都时常飞行 在同一个城市的时候偶尔见面 记得有一次你约我看电影 我们坐在前面 散场时发现你当时的绯闻女友 就坐在影厅的最后面 我们一起看了同场电影 在后来你当时还在跟前女友交往时 你半夜两点打给我 问我要不要去你家陪你睡 我觉得很怪拒绝了 但也没有多想 你说那你出来找我 那晚我们在外面聊天聊到早上 我也是后来才发现 原来你那时还是跟你前女友在一起 后来你分手了以后 我们再次在同一个城市相遇 你对我体贴入微 帮我拿包包 带我出去玩 我们相处得很开心 然后你牵起了我的手 因为你是优质偶像 我没有任何戒心 我们自然的在一起 发生了关系 隔天早上 你却说你不想谈感情 我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 当时很惊讶 但是同时因为你也很真诚的跟我分享了很多你的孤单和内心的秘密 我当时觉得你形象这么优质 应该是受过什么伤害才会这样 所以我们实际上像一般情侣一样热恋 能在一起就在一起 不在同一个城市就整天联系 度过很多美好时光 也会说我爱你 只是没有名分 你说 你也没有跟别人在一起 只是暂时不想谈感情 结果后来发现 其实像我这样的角色 你在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朋友 你也有被拍到带女生回家过夜 也被拍到召集 其实这些都有实锤的影片 女生清楚地说出你的楼层和护名 出电梯也左转进到你家 这些你也有都有跟我承认 你坦诚这些是你的问题 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我提出分开 你打了几个礼拜的电话挽留说 你不会再这样了 以后我就是你的唯一 我们慢慢走向共组家庭的路 有一天你上海演唱会结束没打给我 到早上也找不到你 后来发现你跟你的炮友一起夜酒 狂欢了一整晚 还拍了各种奶贴 舔唇的照片 之后婚后也是持续来往 你已经有了我 收到他的一系列裸照祝贺你生日 也是开心回应 答应我不会再来往 也还是不时发现你们来往 也持续地传一些暖昧不清的讯息 有一次上演跟他同场还不想要我一起去 然后他还发了关于你的IG 称呼你红红又删除 有一个女生也是你的炮友 自己已会有小孩 还要你跟他一起骗他老公 你们约炮的过往让我感到不舒服 因为你们在我们婚后的相处 女生是对你各种彻交勾引 你也是热情回应 如果坦荡 真的不用要你骗他老公 我说我觉得不舒服 正常社交联系可以接受 但邀请他来我们家 我会感到不舒服 可不可以不要 你因此非常生气 说那以后圣诞节派对就不要办了 甚至明知违反法规 也要飞奔去找他家找他聚会 我怀孕都快要生产了 你的舞蹈老师朋友传讯给你说 他觉得很伤心 以为你们是在一起的 另外一位女性朋友也是听到我们在一起 在我面前哭了一个小时 说他也以为你们是在一起的 后来我发现你记录了各种你召集对象的特征 其中包含了几位长得像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 我情何以堪 即使经历了这么多诸如此类种种 我还是愿意选择原谅你 陪伴你 只是换一种方式 不奢望改变你了 让你自由的过你想要的生活方式 我退出了你的生活 就带着孩子们在家等着你 等你想回来的时候回来跟我们相聚 也不跟你吵架了 但是你还是要自私的离开 理由竟是因为你如果遇见喜欢的女生 你不想她受委屈被人家说是小三 所以坚决要离婚 我不愿意离婚你就变本加厉 想尽各种方式言语霸凌我 甚至羞辱我 在亲友面前捏造事实诋毁我 我已经给你一切你想要的 即使你再怎么不负责任 再怎么荒唐 我也连身边的亲友都没有多说过什么 一样笑点迎人 温柔坚定地守护我们家 只希望我的隐忍退让原谅能换来家庭和谐 孩子们可以在和谐快乐的家庭成长 结果却换来是你的缺席 孩子们生日缺席 重要节日的缺席 每次一走就几个月 我看着孩子心碎的哭倒在我怀里 我的心也碎了 我就发现我一再隐忍 只是在给我们女儿们做不好的示范 我以为会带给孩子们的幸福 原来也只是换来他们换得换时 一次次的失望 只要是在乎的事情 就一定会有时间 套一句李克太太说的话 缺席的人永远都有借口 爱和在意是要用行动表示的 你当时说你爱我 你现在说你爱孩子 我有听见 但是没有看见 爱和在乎是反应在行为上 不是嘴上 我决定站出来其中一个原因是 我不想要再有女生跟我经历一样的事情 也觉得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省思 一直以来有权有势的人操弄媒体 媒体操弄大众 导致社会价值观的偏差 舆论思维被控制 虽然这个产业很大 我衷心地希望未来有权有势的人 能被禁止透过营销来控制舆论导向 和维护自己的人设 让公众人物能够以真实的面貌 呈现在大众面前 也让事实能够被看见 我也觉得我有社会责任 确认其他人不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步上我的后尘 跟我有同样的遭遇 最后 关于机身上流 我不会因为人的身份 选择跟任何人当朋友 或是不当朋友 我也没有靠他获得现在的生活 未来我不需要 也不会为了要跟他拿生活费 而受任何的屈辱 虽然是我应得的 但是不用 谢谢 我靠我自己的努力 一样可以把孩子 很好的养育成人 你说你希望 我能不要毁了你的演艺事业 我想说的是 我从来不想要这么做 所以隐忍到现在 需要走到这一步 我也很心痛 但是 如果你的演艺事业有受影响 是你自己做出的种种选择造成的 不是我 我希望我们都能够重生 各自安好 你能改掉对你身心都不健康的习惯 专注在你的音乐上 名利和各式各样的对象 没办法带给你你真实的快乐 只会带你走向一个无底的深渊 希望你也可以诚实的面对自己 不要在意世俗的眼光 跟对的人在一起 从今以后我要善待自己 我会重生 也会做孩子们最坚强的倚靠和最好的榜样 让他们知道 人生就算跌到了谷底 一样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再爬起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到了深渊 今天以后的每一天都只会越来越好 这句话勉励自己 也勉励所有正在经历人生的魔弹的你 愿我们无论经历什么都能相信 Life is 10% what happens to you and 90% how you react to it 人生是10%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90%你的反应 接下来的日子不会容易 但我会倚靠上帝和隧道深处的光 还有每一个陪在我身边的你们 勇敢的一步一步走下去 如果你也在经历 我希望我们能一起交流分享 给予对方力量 谢谢花时间看完全文的你 希望这篇文章对你们的人生 能有一点启发和意义 也许这也是我的经历的意义 当然 以上只是李亮蕾单方面说法 在王力宏没有对此回应之前 我们还不能一锤定音轻易下结论 八卦要看清 吃瓜情理性 优质偶像到底是利人设还是真性情 李亮蕾所言是实话实说 还是一面之词 威胁私愤 相信时间会给我们答案 相信群众的眼睛是许亮的